這個嚴重 里長 林長 跑去這投票所當天 什麼叫做他出現 至少減掉兩成 這是不是明顯威脅 再來原鄉 原鄉也會擔心啊 九個人去監督一個不支持的 那現在是哪 那就沒有人敢去投票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最擔心的 中選會是主管機關 但是這一次的選務是高雄市選委會來執行 那主委是副市長 所以而且過去可能以老師為主 那這一次有聽到說好像希望比較多的公務員 要來加入啦 所以這個裡面有什麼巧妙 我們搞不清楚 我就覺得會擔心 那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這個韓國瑜市長他要來 預計要寫一封信 叫做市長給副長 就是我們每一個戶口戶籍 那種個副長 家家戶的副長 那這個有問題耶 這個牽涉到說 我們各自的問題啊 你去調戶證的資料 才知道誰是副長嘛 不然看臉怎麼知道誰是副長 那你這個市長為什麼還要特別寫信給副長呢 這個到底是所謂何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那天那個影片 其實是一個召喚令 他就是告訴所有他支持者 他們不是真的要監票啊 他們是去監視投票 為什麼要民主原則是秘密投票 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嘛 我要投給誰 我不支持誰 我想要支持誰 是我的自由 那種韓粉的一些企業主 說他去現場看 如果他的員工有出來投 那以後要懲處他 有不入用 在那個韓粉的網站上面 也有這樣的一種言論出現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種奧薄啦 真的 寧可光明正大輸或贏 也不能夠窩粗骯髒的去贏嘛 那可是這種奧薄 那現在如果都有這種情況 那公權力是不是可以介入 對 所以這個 在我們這幾天質詢裡面 也有去問到警察局嘛 去問到法治局嘛 那如果說現場有這種狀況 故意去監控 去妨礙的話 那你警察你是不是應該要執法 對 這個有包括像 刑法妨礙投票罪的問題 142條嘛 這個是以強暴脅迫或非法制方法 妨礙他人來投票 或者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0條 也有說你不可以用職務上的機會方法 或權力去妨礙別人投票 這個都是有刑責的 所以我是覺得韓國瑜市長 你不要以身釋法啦 但我們知道說你現在 無所不用其極 這個在滅霸 這個是漫威裡面的滅霸 這個薩諾斯的另外一個名字叫滅霸 不好意思 上面有筆記啦 所以那天為什麼我們會送他這個 薩諾斯的手套 薩諾斯的手套 無限手套 就是因為我們也要揶揄他嘛 他是高雄的滅霸嘛 就是罷免的霸啦 消滅罷免 所以叫滅霸 但是韓市長手套 建設登上去不收 那倒是摩天輪 他蓋不了的卻把它收下來 所以我們是要告訴韓國瑜市長 你這個到最後這個階段 重點是你的態度啦 那天他說道歉 我們認為說這是渣男式的道歉嘛 鱷魚的眼淚 完全沒有誠意的嘛 那重點不是你的奧布啊 他不展現態度 然後一直用奧布 甚至來告訴這些公務人員 連他的民政局長還發賴耶 去告訴這些里長 雖然他解釋說 我不是在公務群組 但是我們私下都有聽到 其實高雄是有38個行政區嘛 很多區的區長 尤其在原縣區的 企骨跟人看不看 原來的高雄縣縣區的 很多區長都已經把這些里長 都私底下找過來了 這找不到會議紀錄的啦 都已經告訴他們民事加暗示 這個事情不要插 6月6號大家都不要去投 那以後事情會比較好辦 你說這些里長不會有壓力嗎 局長耶 你的民政局長都你的長官耶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要揭發出來 甚至在這幾天 很多家家戶戶都收到一種黑函 上面說我不是函粉 但我堅定支持韓國瑜 市政多好多好 然後這個罷函都不要去投票 這個是全各區都用派報的 派報就是投到信箱的 這個成本很高的 可能要花幾百萬元的 但是是黑函 上面沒有署名 那我們也要懷疑說那你資金何來 是黑函 對